中国为减少污染推广清洁能源 近年来在农村地区先是禁止烧街杆到统购政府煤 再到最新的煤改气工程 政府可以说是为了一片蓝天十分辛苦十分忙 不过这个冬天却出现了煤改气天然气断供 上气不接下气的问题 另外在东北地区的城市集体供暖小区 竟然出现了烧街杆取代煤炭烧锅炉的情况 刚来了一车农村的哥呢 你看着这是在班的咋的不知道 问我干啥的 你说干啥的 我不知道来看看吧 农村不烧的哥呢 就烧这玩意 无聊无聊的这玩意 能这么热吗这玩意 不能瞅烟头 这玩意不起火啊 就能出烟了 哎呀烟得着了 烟得磨烟着了 干啥呀 是不是啊 就启动大火啊 垃圾不倒了 碰撞烧了 退废吧 退废吧 可不能忽略这么跌了 不能忽略这么跌了 我还是要烧着鸡巴的 在河北省邯郸市 邢台市 保定市 下辖的多个县区内 有村民说 从晚上12点到早上的6点 燃气公司是断气的 白天偶尔也会断气 到饭点的时候才能供上气 现在河北省夜间的气温是零下13到14度 老人和孩子怎么能够挨得过去 除了供气问题 民众购买天然气也极其不方便 有村民说 从去年的11月起 当地每户每月只能够购买200立方米的天然气 这大概只够做饭用 如果想要去买天然气 还不能够直接去买 必须要用手机拍照 拍出来自己家的气量的确是不够了 才能够去营业厅申请购买 并且每一次还只能够购买100立方米的天然气 还有村民透露说 天然气公司的营业厅数量也是非常之少 通常都会离村子有几公里之远 每次到营业厅的时候 都能够看到五六十人在排队 村民说这些都是燃气公司的限购手段 中国财新网的报道指出 问题是出在了真正掌握上游气源的国企 按照非居民价格给下游的城市燃气公司供气 但城市燃气公司的终端销售价格却受到了限制 只能够按照比较低的居民用气的价格结算 这就让很多中小型民营的城市燃气公司 在供应上出现了断供或限购的情况 有城市燃气公司负责人透露说 上游气源单位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管制器资源 除了中石油在天津市河北省供应的部分管制器之外 余下的以及包括中石化中石油在内供应的全部为高价器 这名负责人还说 这个冬天城市燃气公司要求上游气源单位 按照居民价格结算煤改气用户的气价 但是中石油却不同意 没有给足城市燃气公司农村煤改气的居民用气量 导致下游城市燃气公司断供 报道还提出说 中小民营企业借着2017年大力推广煤改气揽下了工程 赚了安装改造的工程费用后就想退出 无心也无力经营后续长远的供气维护 有熟悉河北燃气市场的人士说 以往只要把管道接到农户家里不用通气 每一户都能够赚到人民币2500元左右 2017年到2016年6月 河北省已累计完成农村清洁取暖改造 1125万户 随着全国煤改气接近尾声 市场红利也已基本退去 但是很多小的燃气公司却还在硬着头皮做 他们原本只是想要做工程撞快钱 然后就转手卖出 根本就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 每个祥阵都停气 为什么脂肪头停气 别的祥阵不停 不可能不存在的 刚才大家伙说 为什么说停气 停气是因为俄罗斯的气现在过不来了 你怎么不说乌克兰的 怎么没那四驱的 有网上信息显示 甚至是在雄安这样的地方 也出现了取暖的问题 路透社从两名知情人士处获悉 中国国家发改委在1月3日 与中国的大唐集团华能集团 中国能源投资公司 熬五钢铁集团进行了商谈 讨论恢复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问题 据悉这四家国企将被允许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炭 但仅限于自己使用 其中还有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 一些中国外贸商在这次会议之后 也开始询问2023年2月份 澳大利亚的煤炭价格 并指出澳大利亚煤炭的价格 相对于当前中国买家 依然具有相对较大的吸引力 1月3日 热制为5500千卡的 澳大利亚动力煤炭 离岸价格为每吨135美元 到达中国时的交易价格 则为163美元 也就是差不多1150元人民币 据中国外贸商的说法 这比中国国内1200元左右的煤炭价格 依然要便宜一些